开工三天,痔疮高,销量翻三倍 蓝炎之瘾是怎样形成的,怎样预防呢? 有痣不在年高,许多年轻人在过节期间有三个不当的生活习惯 让自己的蓝炎之瘾再次发作 一是饮食、肥腻 过节期间饮食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肉食、油炸食物、精细食物吃得太多 蔬菜、水果等粗纤维食物吃得太少 导致胃肠蠕动减弱,大便干节 引起排便困难,痔疮加重 二是辛辣刺激食物较多 过节期间免不了喝上几杯 如果不加控制,过多饮酒加上辛辣食物的刺激 会导致胃肠道血管扩张,引起痔疮 三是静坐不动 截止期间活动减少 有人过长时间甚至通宵打麻将 玩扑克或者上网聊天等 也是诱发痔疮加重的重要因素 久坐不动引起钢周血液循环不畅 血液淤滞会加重内置外置的症状 资料表明 久坐不动和久站不动的人 痔疮发生率最高 行走和吨位次质 不固定的体位发生率最低 怎样才能有效预防痔疮的发生呢 要做好以下七点 首先要注意生活方式 尽量不要长时间久坐不动或者久站不动 要增加运动量 运动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减少便秘和痔疮的发生 其次要注意饮食的多样化 多吃负寒 膳食纤维的全骨类 蔬菜水果等 要减少辛辣刺激 肥肝厚胃和过于精细食物的摄入 第三要解决便秘问题 根据统计 74.5%的便秘都常合并有痔疮 第四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 排便最好定时 能够形成条件反射 排便时尽量避免看手机看书等 要减少注意力的分散 第五保持阴部清洁 可以使用湿测纸清洁减少炎症的机会 第六每天早晨起床时喝一杯温开水 能够唤醒肠道 有促进胃肠道蠕动的作用 第七缩肛运动 收缩一次肛门 持续十秒钟为一组 每次做三十到五十组 每天坚持两到三次 这样反复运动锻炼盆底肌肉 效果很好 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欢迎您关注转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